第十回林教头风雪山神庙露鱼后火烧草料场 诗曰 天里昭昭不可污 莫将奸恶作粮土 若非风雪孤村久 定被焚烧化朽枯 自为民众诗济读 谁知案里有神福 罪怜万死逃生地 真是归其伪丈夫 话说当日林冲正闲走间 忽然背后人叫 回头看时 却认的是九生儿李小二 当初东京时 多得林冲看过 这李小二先前在东京时 不和偷了店主人家财 被捉住了 要送官司问罪 却得林冲主张赔话 救了他免送官司 又与他赔了些钱财 方得脱免 经中安不得身 又窥林冲击发他盘缠 鱼路投奔人 不想今日却在这里撞见 林冲道 小二哥 你如何也在这里 李小二便拜道 自从得恩人救济 击发小人 一地里投奔人不着 一里不想来到苍州 投脱一个酒店里 姓王 刘小人在店中做过卖 因见小人勤紧 安排的好菜书 调和的好汁水 来吃的人都喝彩 以此买卖顺当 主人家有个女儿 就招了小人做女婿 如今丈人丈母都死了 只剩的小人夫妻两个 全在营前开了个茶酒店 樱桃前过来 遇见恩人 恩人不知为何是在这里 林冲指着脸上道 我因误了高太位 声势陷害 受了一场官司 赐配到这里 如今叫我管天王堂 未知酒后如何 不想今日到此遇见 李小二就请林冲道家里面坐定 叫妻子出来拜了恩人 两口儿欢喜道 我夫妻二人 正没个亲眷 今日得恩人道来 便是从天降下林冲道 我是罪求 恐怕垫如你夫妻两个 李小二道 谁不知恩人大名 羞嫩地说 但有衣服便拿来家里将洗逢补当时管带林冲酒食 至晚送回天王堂 次日又来相请 因此 林冲的李小二家来往 不时间送汤送水来营李与林冲吃 林冲因见他两口儿功勤孝顺 常把些银两与他做本钱 不在话下 有失为证 才离寂寞神堂路 右手萧条草料场 李二夫妻能爱客 供茶送酒一片长 且把闲话休提 只说正话 迅速光阴 却早东来 林冲的棉衣群凹都是李小二混家整治逢补 呼一日 李小二正在门前安排菜书下饭 只见一个人闪将进来 酒店里坐下 随后又一人入来 看时 前面那个人是军官打扮 后面这个走足模样 跟着也来坐下 李小二入来问道 要吃酒 只见那个人将出一两银子于小二道 且收放柜上 取三四瓶好酒来 客道时 果品酒传只顾将来 不必要问李小二道 官人请慎客 那人道 反你与我去营李请管营 拆拨两个来说话 问时 你只说有个官人请说话 商一些事物 专等 专等李小二应成了 来到牢城里 先请了拆拨 同到管营家里 请了管营都到酒店里 只见那个官人和管营 拆拨两个讲了理 管营道 素不相识 动问官人高兴大名 那人道 有书在此 少客便知 且取酒来 李小二连忙开了酒 一面扑下菜蔬果品酒传 那人叫讨付券盘来 把了盏 相让作了 小二独自一个 窜缩 也似服侍不暇 那跟来的人讨了汤筒 自行荡酒 约记吃过十数杯 再讨了暗酒 铺放桌上 只见那人说道 我自有伴当荡酒 不叫你休来 我等自要说话 李小二应了 自来门手叫老婆道 大姐 这两个人来得不尴尬 老婆道 怎么的不尴尬 小二道 这两个人语言声音 是东京人 初始又不认得管营 向后我将暗酒入去 只听得拆拨口里 那出一句高太尉三个字来 这人默不语林教头身上 有些干爱 我自在门前理会 你且去格子背后 听说什么老婆道 你去营中寻林教头来 任他一任李小二道 你不省得 林教头是个性级的人 摸不着便要杀人放火 躺货叫的他来看了 正是前日说的 甚么路于后 他肯便罢 做出事来 须连累了我和你 你只去听一听 再理会老婆道 说的事便入去听了一个时辰 出来说道 他那三四个交头接耳说话 正不听得说甚了 只见那一个军官模样的人 去办当怀里 取出一帕子物事 逼于管营和拆拨 帕子里面的莫不是金银 只听拆拨口里说道 都在我身上 好歹要结果了他性命 正说之间 格子里叫将汤来 李小二急去里面换汤时 看见管营手里拿着一封书 小二换了汤 天蝎下饭 又吃了半个时辰 算还了酒钱 管营 拆拨先去了 此后 那两个低着头也去了 转备没多时 只见林冲走江路店里来 说道小二哥 连日豪买买 李小二慌忙道 恩人请坐 小人却在正要寻恩人 有些要紧话说 有失为证 前为奸计害英雄 一线天叫法信通 窥杀友情贤李二 暗中回顾有其功 刚下林冲问道 什么要紧的是 小二哥请林冲到里面坐下 说道 却才有个东京来的尴尬人 在我这里请管营 拆拨吃了半日酒 拆拨口里 那出高太胃三个字来 小人心下疑 又着魂家听了一个时辰 他却交头接耳说话 都不听的 临了 只见插拨口里硬道 都在我两个身上 好歹又结果了他 那两个把一包金银 逼于管营 插拨 又吃了一回酒 各自散了 不知什么样人 小人心下疑 只怕恩人身上 有些妨碍 林冲道 那人生的什么模样 李小二道 无短身材 还经面皮 眉慎之虚 约有三十余岁 那跟得也不长大 紫糖色面皮 林冲听了大惊道 这三十岁的正是入狱后 那波剑贼也敢来这里害我 休要撞着我 只叫他骨肉为你 李小二道 只要提放他变了 岂不闻古人言 吃饭防噎 走路防爹 林冲大木 离了李小二家 先去街上买把解腕尖刀 戴在身上 前街后巷一地里去寻 李小二夫妻两个 捏着两把汗 当晚无事 次日天明起来 早洗漱罢 戴了刀又去苍州城里城外 小街家巷 团团寻了一日 劳城营里都没动静 林冲又来对李小二道 今日又无事小二道 恩人 只愿如此 只是自放仔细遍了 林冲自回天王堂 过了一夜 街上寻了三五日 不见消耗 林冲也自心下漫了 到第六日 只见管营叫唤林冲 到点视厅上 说道 你来这里许多时 柴大官人 面皮不曾抬聚的你 此间东门外十五里 有座大军草场 每月淡时那草那料的 有些常历前取命 原是一个老军看管 我如今抬聚你 去替那老军来守天王堂 你在那里几贯盘缠 你可和拆拨便去那里 交割林冲应道 小人便去当时离了营中 静道李小二家 对他夫妻两个说道 今日管营 拨我去大军草场管事 却如何 李小二道 这个差矢又好似天王堂 那里收草料时 有些常历前超 往常不使钱时 不能勾这差矢 林冲道 却不害我 道与我好差时 正不知何意 李小二道 恩人休要一心 只要没事便好了 只是小人家离得远了 过几时那功夫来往恩人 就是家里安排几杯酒 请林冲吃了 话不续凡 两个相别了 林冲自来天王堂 取了包裹 带了尖刀 拿了条花枪 与拆锅一同辞了管营 两个取路投草料场来 正是阎东天气 同云密布 朔丰剑起 却早纷纷扬扬 卷下一天大雪来 那雪早下的密了 怎见得好雪 有林江仙慈为证 坐镇成团空里下 这回特杀勘连 山西冻住紫游船 御龙林甲午 江海进平田 宇宙楼台都压倒 长空飘雪飞年 三千世界欲相连 冰礁和北岸 冻了十余年 大雪下的正寂 林冲和插波两个 在路上又没买酒吃醋 早来到草料场外看时 一周遭有些黄土墙 两扇大门 推开看里面时 七八间草房坐着苍傲 寺下里都是麻草堆 中间两座草厅 到那厅里 直接那老君在里面向火 拆拨说道 管迎拆这个林冲 来替你回天王堂看守 你可即便交割 老君拿了钥匙 引着林冲 吩咐道 苍傲内自有官司风计 这几堆草 一堆堆都有树木 老君都点见了堆树 又引林冲到草厅上 老君收拾行李 林了说道 火盆 锅子 碗碟 都介于你林冲道 天王堂内 我也有在那里 你要便拿了去 老君纸壁上挂一个大葫芦 说道 你若买酒吃食 只出草场 投东大路去三二里 便有市井老君自和差 拨回营里来 只说林冲就床上放了包裹被握 就坐下生些焰火起来 屋边有一堆柴炭 拿几块来生在地炉里 仰面看那草屋时 四下里崩坏了 又被朔风吹汗 摇震的洞 林冲道 这屋如何过得已冬 带雪晴了 去城中换个泥水浆来修理 向了一回火 觉得身上寒冷 寻思 却才老君所说 五里路外有那市井 何不去沽些酒来吃 便去包里取些碎银子 把花枪挑了酒壶炉 将火炭盖了 取沾粒子带上 拿了钥匙 出来 把草厅门拽上 出到大门首 把两扇草厂门反拽上 锁了 带了钥匙 信不投东 雪地里踏着碎穷乱玉 以礼背着北风而行 那雪正下得紧 行不上半里多路 看见一所古庙 林冲顶礼道 神明庇佑 改日来捎钱纸 又行了一回 望见一处人家 林冲住脚看时 见篱笆中 挑着一个草肘 而栽露天理 林冲进到店里 主人道 客人那里来 林冲道 你认得这个葫芦吗 主人看了道 这葫芦是草料厂老君的 林冲道 如何辨认的 店主道 既是草料厂看守大哥 且请少做 天气寒冷 且酌三杯 全当接风 店家切一盘熟牛肉 当一壶热酒 请林冲吃 又自买了些牛肉 又吃了数杯 就又买了一壶露酒 包了那两块牛肉 留下碎银子 把花枪挑了酒壶炉 怀内揣了牛肉 叫声香扰 便出篱笆门 依旧迎着朔锋回来 看那雪 到晚月下得紧了 古时有个书生 做了一个词 单提那贫苦的恨雪 广莫延峰瓜地 这雪儿下得正好 扯絮贤眠 才几片大乳烤老 见林间竹乌茅瓷 争歇而被他压倒 富士豪家 却言道压账有嫌少 像的是寿炭红炉 穿的是棉衣絮傲 首碾梅花 唱到国家祥瑞 不念贫民些小 高卧有幽人 银勇多诗草 再说林冲踏着那锐雪 迎着北风 飞也四奔到草场门口 开了锁 入内看时 只叫得苦 原来天理昭然 诱护善人意识 因这场大雪 救了林冲的性命 那两间草厅已被雪压倒了 林冲寻思 怎得好 放下花枪 葫芦在雪里 恐怕火盆内有火炭延烧起来 翻开破壁子 炭半身入群摸石 火盆内火种都被血水浸灭了 林冲把手床上摸石 只拽得一条续背 林冲钻将出来 见天色黑了 寻思 又没打火处 怎声安排 想起 离了这半里路上 有个古庙 可以安身 我且去那里诉一夜 等到天明却做礼会 把被卷了 花枪挑着酒葫芦 依旧把门拽上 锁了 往那庙里来 入的庙门 在把门眼上 棒边只有一块大石头 多将过来 靠了门 入的里面看时 殿上坐着一尊金甲山神 两边一个判官 一个小鬼 侧边堆着一堆纸 团团看来 又没临射 又无庙主 林冲把枪和酒葫芦放在纸堆上 将那条絮被放开 先取下粘粒子 把身上血都抖了 把上盖白布山脱江下来 早有五分湿了 和粘粒放在供桌上 把被扯来 盖了半截下身 却把葫芦冷酒提来便吃 就将怀中牛肉下酒 正吃时 只听得外面嗶嗶波包的爆响 林冲跳起身来 就避凤里看时 只见草料厂里火起 呱呱杂杂烧灼 看那火石 弹剑 一点灵台 五行造化 饼钉再是传流 无名心内 灾祸起苍舟 烹铁顶能成万物 驻金丹海宇重楼 撕金谷 南方离味 迎获最为头 绿窗归雁尽 隔花深处 眼应钓鱼舟 熬兵赤壁 宫谨喜成谋 李晋王最存管义 田丹在吉莫驱扭 周包四离山一笑 因此戏诸侯 当时张剑草场内火起 四下里烧灼 林冲便拿枪 却带开门来救火 只听得前面有人说将话来 林冲就服在庙厅时 是三个人脚步声 且奔庙里来 用手推门 却被林冲靠住了 推也推不开 三人在庙檐下立得看火 鼠内一个道 这条记好吗 一个硬道 端得窥管营 差拨两位用心 回到京师 顶过太尉 都保你二位做大官 这番张教头 没得推顾那人道 林冲金番 直吃我们对付了 高崖内这病 必然好了 又一个道 张教头纳斯 三回五次 托人情去说 你的女婿没了 张教头 越不肯应成 因此崖内病患 看看重了 太尉特使 俺两个央美二位 干这件事 不想而今完备了 又一个道 小人只爬入墙里去 四下草堆上 点了十来个火把 带走那里去 那一个道 这早晚烧个八分过了 又听一个道 变逃的性命时 烧了大军草料厂 也得个死罪 又一个道 我们回城里 去罢一个道 再看一看 使得他一两块骨头回京 府里见太尉和崖内时 也道我们也能会干使 林冲听那三个人时 一个是拆拨 一个是鹿鱼后 一个是福安 林冲道 天可怜见林冲 若不是到了草厅 我准定被这丝门烧死了 轻轻把石头多开 挺着花枪 一手拽开庙门 大喝一声 坡贼那里去 三个人急要走时 惊得呆了 正走不动 林冲举手割茬的一枪 先戳倒插波 鹿鱼后叫声 饶命 吓得慌了手脚 走不动 那富安走不到十来步 被林冲赶上 后心指一枪 又戳倒了 翻身回来 鹿鱼后却才行的三四步 林冲喝声道 奸贼 你带那里去 劈胸指一提 丢翻在雪地上 把枪塑在地里 用脚踏住胸脯 身边取出那口刀来 便去鹿鲜脸上隔着 鹤道 泼贼 我自来又和你 无什么冤仇 你如何这等害我 正是杀人可恕 情理难容 鹿鱼后告道 不干小人事 太为差遣 不敢过来 林冲骂道 奸贼 我与你自幼相交 今日到来害我 怎不干你事 且吃我一刀 把鹿鲜上身衣服扯开 把尖刀向心窝里 指一弯 蹊跷蹦出血来 将心肝提在手里 回头看时 插拨正爬将起来要走 林冲按住鹤道 你这丝原来也嫩的歹 且吃我一刀 又早把头割下来 挑在枪上 回来把复安 鹿鲜头都割下来 把尖刀插了 将三个人头发 结作一处 提入庙里来 都摆在山神面前 供桌上 再穿了白布衫 系了搭脖 把粘粒子戴上 将葫芦里冷酒都吃尽了 被遇葫芦都丢了不要 提了枪 便出庙门头东去 走不到三五里 早见近村人家 都拿着水桶 钩子来救火 林冲道 你们快去救应 我去报关了来 提着枪只顾走 那雪月下的猛 但见 林林言凝雳起昏 空中祥瑞将纷纷 虚于四眼难分路 请客千山不见痕 淫世界 欲乾坤 望中隐隐皆昆仑 若还下到三更后 仿佛填平御地门 林冲头东去了两个更次 身上单寒 当不过那冷 在雪地里看时 离得草场远了 只见前面树林深处 树木交杂 远远的树间草屋 被雪压着 破壁缝里透出火光来 林冲镜头那草屋来 推开门 只见那中间坐着一个老庄家 周围坐着四五个小庄家 向火 地炉里面燕燕的烧着柴火 林冲走到面前 叫道 众位拜衣 小人是老城迎差使人 被雪打湿的衣裳 借此火轰一轰 望起方便 庄客道 你自轰变了 何妨的林冲轰着身上是衣服 略有些干 只见火炭边 围着一个瓮儿 里面透出酒香 林冲便道 小人身边有些碎银子 望凡回些酒吃 老庄客道 我们每夜轮流看米屯 如今四更 天气正冷 我们这几个吃尚且不够 那得回与你 休要指望林冲又到 胡乱指挥三五碗 与小人荡喊 老庄家道 你那人修缠 修缠 林冲闻的酒香 月要吃 说道 莫奈何 回些吧 重庄客道 好依照你烘衣上向火 便来要酒吃 去便去 不去时将来 吊在这里 林冲怒道 这司们好无道理 把受中枪 看着块艳艳着的火柴头 望老庄家脸上 指一挑将起来 又把枪去火炉里 指一脚 那老庄家的 资虚艳艳地烧着 重庄客都跳将起来 林冲把枪杆乱打 老庄家先走了 庄家们都动胆不得 被林冲敢打一顿 都走了 林冲道 都走了 老爷快活吃酒 土炕上却有两个椰瓢 取一个下来 轻那吻酒来吃了一会 剩了一半 提了枪出门便走 一步高 一步低 亮亮呛呛 捉脚不住 走不过一里路 被朔锋移掉 随着那山剑边倒了 那里正得起来 几罪人一倒 便起不得 醉倒在雪地上 却说重庄客引了二十余人 拖枪拽棒 都奔草屋下看时 不见了林冲 却循着踪迹赶将来 只见倒在雪地里 庄客祈祷 你却倒在这里 花枪丢在一边 重庄客一发上手 就地拿起林冲来 将一条锁附了 趁五更十分 把林冲解头 那个去出来 不是别处 有分教 了而挖内 前后百数千只战舰 萌冲 水浒寨中 左右列百十个英雄好汉 搅扰的道君皇帝 盘龙已上魂精 担奉楼中胆裂 正是 说时杀气亲人冷 讲出悲风透骨寒 毕竟看林冲被庄客 解头渗出来 且听下回分解